二十一號晚上七點多 桃園楊梅立棚公司燃真廠 二廠的煙囪管路突然起火燃燒 火勢沿著風管向上燃燒 大火還夾帶著濃濃黑煙 一度讓附近的民眾相當緊張 尤其位於下風處的楊梅湖口等地區 還一度飄出大量揮發性的有機物 達1.6ppm 空氣品質不佳還飄散異味 也有民眾拍下當時濃煙密布的情況 一片灰蒙蒙的 來聽聽當地居民的說法 塑料的味道啊 很臭很臭 那大概持續多久 應該是一兩個小時吧 有民眾表示事發當下確實有聞到異味 飄散差不多一個多小時後散去 後續也沒有聞到其他的異味 只是受到這起火警影響 立棚公司宣布將停工三到五天 進行火場見識 對於空品是否會有後續的影響 來聽聽桃園市環保局的最新回應 那環保局大概每三到四個小時呢 都會監測當地的一個 所謂的總有機揮發性物質 那直到現在呢 下風處的部分大概 總揮發性有機物的能量 大概降到1.0ppm 金環保局前往現場監測評估 從21號晚上到22號一早 空氣品質都是正常的 請民眾不用過度擔心